最后说一下该怎么选 首先我的推荐原则是买新不买旧 第二要经济实惠 从这方面讲 我首推还是2021款的M1 Pro的16加512的配置 价格14999 因为这款电脑的屏幕 比今天新发布的M2版本的Pro和Air的屏幕都要好 接口扩展也要更多一些 分辨率也要更好 另外还有高刷 像这些东西在M1版本和M2版本的Air和MacBook Pro上面是没有的 另外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 这个M2版本的MacBook Pro这个8加10 默认是8加256 它也可以定制变成16加512 2022年默认是一万块钱 进到16加256之后 它的价格是12999 这个12999和上面那个M1 Pro芯片的 8加14 大家千万不要乱 这个M2是MacBook Pro 它芯片是M2 这个是芯片就叫M1 Pro 这是它的MacBook Pro 这个图形芯片要比它多4个 两个功率都是67瓦 全是16加512 虽然它是老款 但是它的接口更丰富 屏幕更好 分辨率更高 它们之间的价格只差2000块钱 那这2000块钱多不多呢 我感觉不多 从性价比角度来看 这个版本更好 如果你的定位是要买MacBook Pro 我推荐的是2021款的 一万五千块钱的16加512的这个版本 芯片是M1 Pro 下面说一下艾尔 这个M1的艾尔 就是2020款的默认8加256 它是8加7的 如果升到16加512 它的价格会从7999升到10999 这个M2的艾尔8加256 是8加8的 升到16加512 它的价格是12499 顺便说一下 这个M2的8加10核心的 也是艾尔 默认是8加512 如果升到16加512 它的价格是12999 比上面那个多了500和钱 多了两个图形核心 多了500和钱 那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16加512呢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来看 我现在使用的是这款 8加256 当时最低是花 6250块钱买的 代发票 原价是7999 去年双11 买的是6250 具体怎么买的 我之前发过视频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其他的版本 应该也会有优惠 但是今年的优惠幅度 还不清楚 那就我的使用体验来看 这个8加256够不够用呢 是相当凑合 这个8G内存很凑合 256也很凑合 如果你想省钱 想凑合 8加256也是够用的 另外通过这次发布会 这个M2的Pro也是8加256起步 这个M2的Air也是8加256起步 从这点我可以看到 苹果在未来几年 它的系统应该对内存控制的会比较好 也就是8G内存应该是能撑好几年 这个我就放心了 但如果你要是用它来干活 比如剪辑视频 或者多开几个应用 多开几个网页的话 这8G是不够用的 如果你作为主力机存的比较多 这个256也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 都是16加512 16加512 换句话讲 如果你要是拿它来干活 作为主力机 首选2021款 如果说你要想试试 体验一下 虽然我不推荐买老款 但是如果它的价格真的是可以的话 还是推荐老款 如果价格在1万块钱附近买一个8加56 而且还是个Air 我总感觉不值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M2的Pro8加10和M2的Air 8加8 只贵了50块钱 多了两个图形核心 另外这个释放 功率的释放几乎翻了一倍 这个8加256的Pro版 MacBook Pro版还是挺合适的 但真正你要用它来干活的话 是相当凑合 相当勉强的 虽然它的硬盘可以充当物理内存 但是呢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用的不舒服 所以说苹果这次又让人很纠结 纠结的是什么呢 你要花一万块钱 推荐这款 如果花一万五 推荐这款 如果五千六千块钱 那考虑老款 应该这个M1版本的Air 也不会下架 看促销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